被指控騷擾女學生 阿伯急忙揮手否認 但有民眾指控 他曾在去年底 坐在附近公園躺椅時 看到一名女學生遛狗 就上前搭訕問時間 利用對方不注意 卻趁機觸碰對方身體 造成女學生花容失色 沒想到9號白天 又在街上被發現 跟一名女同搭訕 有其他家長急忙上前置紙 這名男子就出現在嘉義市區 經過了解年約70歲的他 幾年前從食品廠退休 但疑似兩年前出了車禍 開始出現怪異行為 由於男子經常出現相同行為 當地民眾證實 至少有四個人對他提告 而里長也很無奈 多次要求對方不要亂跑 但成效似乎不佳 男子對女同搭訕騷擾的行為 讓當地居民很不安 為了徹底解決問題 衛生局也會同警方 將他強制送醫治療 甚至考慮未來要長期安置 避免再發生更大問題 TVBS新聞季節亨 下一集報導